我国国内唯一一支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已有48年 怎么都赶不走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的 即使中国建国之处实力薄弱 也没有同意苏联在中国境内驻军的请求 所以中国的主权完整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却有一支军队在北京驻扎已有48年之久了 并且还怎么赶都赶不走 那么它究竟是哪一广的军队呢 为什么要驻扎在中国的新藏首都北京呢 要说这件事还需从头说起 而中国同意它进入 也是做好了充足准备 而当时国家领导人也做了充分的备案 万一出现了问题如何去解决 那么这一支军队究竟属于哪一国呢 其实它就是驻扎在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军队 但中国的军事实力早就不输美国了 为何还要同意美国在中国境内驻扎军队呢 其实这也是冷战留下来的一流物 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 就把自己的随行军队留在了大使馆 名义上是守卫美国大使馆 即使留下来是由于联络美军的预备队 目的是万一苏联入侵中国 美军可以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并协助中国抗击苏联入侵 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 当时国家领导人周总理也是表示中肯的 因为毕竟中国也不像杰克斯洛伐克一样 彻底沦为苏联的附庸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 选择和美国合作共同抗击苏联教条主义 但自冷战结束之后 它依旧留在中国 虽然中国允许尼克松随行军队留在大使馆守卫 可是这日军队必须符合中国的要求才行 也在必要时刻听从中国政府的号召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当时属于冷战时期战争一触即发 万一苏联对中国出手 美国高层也可以随时的帮忙 美国自己也是不放心的 如果说驻扎在美国大使馆的士兵比较松散 这导致中国下的命令执行不到位 于是这日军队在成立之处 几年当中还在中国进行了大量培训 才能够正常的去大使馆上岗 我希望他要不要